2024年巴黎奥运会正式落下帷幕 南篮赛场的激烈角逐也随之尘埃落定 美国梦之队在淘汰赛中三战全胜 成功摘取金牌 也创造了奥运南篮史上的五连贯记录 而詹姆斯以场均14.2分 6.8篮板 8.5助攻的全面数据 荣获了2024巴黎奥运会南篮MVP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随后 美媒知名数据分析网站币尔 列出了过去一年以来 已经年满39岁的詹姆斯 在此期间所取得的成就 一拳明星首发 2.最佳阵容三阵 连续20个赛季入选 历史唯一 3奥运会金牌 第3枚奥运金牌 4奥运会南篮MVP 5首届技中锦标赛冠军 6技中锦标赛MVP 7.升至历史助攻榜第四位 8达成411史诗级工程 4万分1万篮板 1万助攻俱乐部历史唯一成员 此外 在本季奥运会期间 尽管球队内众星云集 但是已经39岁的詹姆斯 依旧是全队最稳定的那一个巨星 包括小组赛在内的七场国家队比赛中 詹姆斯场均可以贡献16.6分 6.7篮板 7.4助攻 1.0次抢断 真实命中率高达74.7% 其中包括篮板 助攻 抢断 以及出场时间等四大基础数据 均排名全队第一 面对詹姆斯如此全面的竞技表现 前NBA球员 现ESPN评论员肯德里·克帕金斯 在节目中表示 这次巴黎奥运会 詹姆斯率领美国队再次夺冠 并拿下奥运男篮MVP意味着什么 詹姆斯毫无疑问就是GOT 他在如今的年纪所做的一切 太不可思议了 帕金斯接着说道 我始终认为 詹姆斯在拿到生涯第三枚奥运会奖牌后 他已经超越了乔丹 要知道 乔丹仅有两枚奖牌 而詹姆斯就是这个篮球界最伟大的球员 不得不说 帕金斯是真敢说 而敢说的还不止帕金斯一人 就在美国南篮夺冠后不久 NBA记者Jason Tim也同样发推表示 詹姆斯就是NBA历史最大伟大的球员 要知道 18年前 詹姆斯在MVP投票中 就已经名列第二 如今 他又被评为奥运会最有价值球员 如果你明天要创立一支球队 并且可以任意选择NBA历史上的一名球员来带领你的球队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选择詹姆斯 很显然 詹姆斯在本季奥运会的表现 确实征服了所有人 而就在今天 知名美媒Hofshide也适时公布了NBA历史78大球星的排名 詹姆斯首次超越乔丹排名第一位 事实上 自NBA联盟发布NBA历史75大球星以来 美媒Hofshide每年都会更新历史球星排名 并逐年增加一位球星 今年是联盟的第78个赛季 因此 Hofshide公布的78大球星排名 也正式揭晓 排名基于Hofshide内部专家的投票 本次更新的历史榜单中 排名前十的球员分别为 詹姆斯 乔丹 贾巴尔 魔术师约翰逊 比尔拉塞尔 威尔特 张伯伦 拉里伯德 科比 奥尼尔 邓肯 第十一则是奥拉诸旺 杜兰特排名第十二 库里第十三 詹姆斯和乔丹之后的排名争议不太大 国际球员中 诺维茨基排名最高位列第十九 阿德托昆博第二十二 约记其排名第二十九 中国球员姚明依旧未能入选榜单 七球星中 哈登排名第38位 威少排名第48位 欧文排名第71位 值得一提的是 这份名单一经公布 立刻引起美媒的热议 一度冲上全美热搜榜第一位 而谈及詹姆斯和乔丹的gold之争 前NBA球员斯蒂芬马布里更是敢说 他直接反驳了这一份 七十八大球星名单排名 表示 詹姆斯根本不该与乔丹相提并论 不可否认 詹姆斯是伟大的球员 他的表现也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 他比乔丹更强 不不不 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完全没有比较性 事实上 我们根本无法讨论乔丹的比赛 马布里接着说道 乔丹需要排名吗 他根本不应该被排名 他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中 应该是科比 随后才是詹姆斯 接下来的名单你可以选择其他任何人 确实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排名 那么 大家说 这份排名中最不合理的排名是谁呢 结束了奥运会之后 包括詹姆斯 库里 杜兰特 这些在奥运会当中大放一彩的球员 都也都结束了这段幸福的时光 接下来 他们各自都要回到各自效力的NBA球队当中 继续在机会不那么大的情况下 努力扛起球队 竞争总冠军奖杯 然而 和库里和杜兰特不同 詹姆斯和浓眉所在的胡人 就对其他球星的吸引力而言 似乎要比勇士和太阳要更强一些 有不少球星表达出了 愿意效力胡人的想法 同时 胡人的实力和成绩 也将影响詹姆斯对于生涯的决定 在参加保罗乔治的播客节目时 来自老鹰的全明星空卫特雷扬 就公开表达了愿意联手浓眉的想法 他先是隐晦的表示 和全面且强硬的内线球员搭档 这将有助于他自己 以及该内线球员的发挥 而当乔治直接抛出农眉的名字之后 特雷扬不再避讳 他称自己愿意和农眉一起打球 与此同时 当农眉透露了 自己希望继续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 代表美国南篮出战之后 特雷扬紧随其后 他向美国国家队毛遂自荐 表达了愿意在下一届奥运会 代表美国南篮出征的想法 这也再一次印证了 他愿意和农眉联手的态度 我们都清楚 胡仁和老鹰之间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交易谈判 包括特雷扬和德章泰莫里 都和胡仁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不管是胡仁管理层 还是他们的球迷 都更倾向于攻防更加平衡的莫里 但实际情况却是 不管莫里有没有被交易送走 特雷扬才是胡仁更容易得到的球星 在老鹰抽中状元牵制后 特雷扬在老鹰的未来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起来 这种结果眼上 特雷扬毫不避讳地表达他 和其他球星联手的想法 这看上去是他愿意改换门庭的态度 就特雷扬这名球星来讲 他身上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不是秘密 至少防守端 身材矮小的特雷扬 确实会成为对手针对的点 但是话说回来 现在的特雷扬 实际上是值得胡仁一试的 特别是考虑到 胡仁很难得到 其他能改变球队实力的球星 并且詹姆斯生涯 确实没剩下多少时间了 胡仁为冠军做最后一波 很有必要 首先 特雷扬是一名在季后赛大场面 证明过自己的球员 光是这一点 就比拉塞尔强 在大苹果城纽约的麦迪逊花园球场 特雷扬季后赛 直接把这块篮球胜地打得鸦雀无声 他巨星的风范 吸引了无数的关注 赢得了大量的称赞 就球星等级来讲 特雷扬就是拉塞尔无法相提并论的 其次 特雷扬的合同还剩下三年1.1亿美元 下赛季薪水3450万 最后一年3927万 在这个鼎星超过6000万 未来超过7000万 8000万的时代 门心自问 特雷扬这种级别的球星 如果现在他是自由球员的话 他能得到怎样的合同 就连范福利特这种级别的球员 都能拿到4000多万的薪水 其他大合同更是满天飞 特雷扬3000多万的合同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都可以看作是超值合同 再来说说胡人的处境吧 当杜兰特说出他开始考虑退役之后 詹姆斯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而他此前也表达过 自己现在打球 只想追求总冠军 希望在最高舞台上竞争的想法 对于其他的荣誉 或是什么数据积累 詹姆斯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 也就是说 胡人如果因为找不到一笔完美的交易 从而按兵不动 导致球队实力没有进步 一直徘徊在附加赛区间 季后赛的争冠前景渺茫 可能佩林卡犹犹豫豫之后 等待胡人的 使詹姆斯的心灰意冷 然后退出篮球的舞台 届时 胡人就算手里有一堆筹码 或许他们还是会回到 詹姆斯加盟之前的那种状态 球队拥有一堆天赋 但就是出不了成绩 为了让詹姆斯多留两年 佩林卡也该努力 利用好他手中的筹码 为胡人打造出一套 实力真正足够冲击总冠军的阵容 此前有报道称 随着詹姆斯年龄的增大 反而更多球星愿意和其联手 一方面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 另一方面 他们也可以在詹姆斯退役之后 接过他手中的大棋 表态愿意效力 胡人的球星越来越多 佩林卡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真的假设 如果真的要有什么 適量的 我们不愿意